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先看看内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数竟然停市 上证升了12点收市 终终收布在3000点 至于深淨成跌了26点 最新报在10583点 至于沪深300指数升了1点 收布在3205点 创业板指方面跌10点 最新报在2238点 内地股市就个别发展 至于恒指方面 偏远跌近1% 跌178点 最新报20888点 国企指数跌97点 报8704点 大市成交 截至11点40分左右有276亿多 看看电话方面 有什么朋友想问问题 电话旁边接通了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有什么问题问郭Sir 我想问3699 我有货 不过刚刚收到这个FMS 说会作为收购 我想问是不是这个交易已经 confirm 会自由化 我就什么都不用做 等它收购 先搞清楚 新的收购价是52元 事实上来说 第一次出价是48元 第二次出价是52.8元 现在我们代理接受收购 至于整个收购会不会去到一个无条件 这个大家不知道 因为要街外的小股东超过90%以上 是同意接受这个收购 这个收购才成为无条件 即是一定要执行 如果中间有些小股东 譬如一些基金 是反对的 因为有些货 可能IPO回来 有些可能六十几七十元回来 他觉得这个私有化之后 他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局输 所以他会投反对票也不承认 所以令到整个私有化计划 是有不明朗 不是一定会成事的 我先说清楚 如果52.8元的私有化机会很高 有什么理由现在47.05元给你买到 47.05元买了之后 你接受私有化52.8元 赚10% 但万一私有化计划告吹 那你怎样 你股价就会再反复 你要想清楚这件事 至于告吹之后 股价是升是跌 这个大家不知道 但一般情况之下 私有化计划如果是告吹 股价多数都是跌 多数都是跌 所以刚才你问到我 我来代理接受私有化 当然要签名 要数票 数到最后只有80%多 不够90% 整个私有化计划就告吹 以前也试过 新世界不是私有化 新世界是中国 到最后也是告吹 所以不一定是成事 未必一定 我看现在有些变数 不过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接受私有化52.8% 一是接受私有化52.8% 一是现在估价 估价 只有两条路 不要第三条路 好 清不清楚 李师姐 OK 明白 如果我怎样 就不用做任何 你什么都不用理 但是说清楚 不要收线 如果整个私有化计划 有变数 到最后不能够发展成无条件 股价是会跌的 股价是会跌的 或者会升都不顶 但是你要承担这方面的风险才行 不过现在这分钟 你愿意接受私有化的话 就不需要理它了 我们公司会代理你去接受 不过可能 如果你要签纸或者确认的话 你也要签纸或者确认 我怎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私有化 你要确认 好 谢谢李师姐 稍后再跟你谈 有些需要再打电话 旁边有庞先生 庞先生你好 是 我想问一下百负环球 是 327 是的 13倍我买了 现在可不可以扣呢 什么价钱买 我不记得了 总之是13倍那时 现时是百负环球327 现时股价在6.7.3 跌3 现时市盈率12倍 郭sir嘉宁观众说 在13的时候买了 现时怎么看股价呢 股价在耶稣平均市之上 但是压着10天线 现时这一刻还有没有上网空间 如果13倍市盈率 相对现在来说 这一分钟 价是12倍左右 是差不多 那有没有得炒 你不买都买了 当然是望后有得炒 但实际上股价近期来说 的的确是由6元左右 开始慢慢慢慢走上来 势头都是不差的 短期有个阻力位 6.91 如果过不了6.91 老实说都是上落市的 幸好估值不算高 不过息率就比较短 一来息也没有 现在这一刻值得提 就是股价 已经在早个礼拜 慢慢慢慢压高些 压高些的时间 翻翻到12、20和50天线上 初步的阻力大过6.9 如果过得到的话 望高一点就大过7.2 属于矮仔上楼梯 慢慢慢慢向上下 有得炒 不是说没得炒 不过成交今价就不配合 你看看成交很疏落 很大机会股价仍然会持续整固一段时期 不过既然买了 也不需要太担心 暂时就按兵不动看看 事实上来说 你也不是贵价买 如果不记得什么价买 查一查自己什么价买 日后再作部署的时间 起码你也知道自己什么价买 到底是13元 到底是7.7 7.8 还是6.5买 你也不知道 部署上很难决定 先看看自己什么价买 好吗 帮助你 旁先生 还有其他顾问想问 谢谢 谢谢 多谢你的电话查询 剩下时间和郭sir谈谈 A股方面今天的收市表现 A股围住了3000点 有个震荡局面 现时这一刻暂时能够收升 升到12点收市 收报在3000点 今天来说 大部分时间都向好 这时候 A股应该怎么看呢 似乎之前来说 外围方面的负面情绪 或者一些不明朗因素 似乎反映了不少 现时这一刻 A股能够做得更好 会不会 接下来有什么利好因素 推动 A股方面的表现会做得更好 暂时很难说 技术上 它试上3000点 始终有少少突破 但最重要的是4月13日高位 3097点 一天不能够突破3097点 老实说 就算轻轻做好一点 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基本因素有没有 我觉得都是一般 大家耳熟能长 经济下行势明显 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下行 中央政府可能会减息 或者进一步推出一些措施 但权威人士早前说 中国经济是L型 所以我不认为这方面有太大的憧憬 只不过已经去到2780点 近期的低位跌不下 跌不下便会涌下高一点 市升也要看很多情况 第一 有没有什么大成交配合 气氛是否刺热 现在这一分钟 我不认为A股有大成交 我不认为气氛刺热 只是轻轻做稳一点感觉 暂时的阻力应该是4月13日的3,097 如果能过得到 最低限度跟我们说 已经摆脱了一浪低一浪的形态 因为一突破3,097 再向上望 比较大的阻力要去到3,684 这是去年12月23日的高位 A股的的确确有少少 断定出现 让机会做好小成势 但会不会像早前那些大浪 蘑菱気 alors 没有 第一去共国 第二 现在这一刻 经过一轮的私杀之后 账面上или虚蝕了 或财富上蒸发了上的天文数字 即使你在入市 信心方面都要时间慢慢回复 况且一一季两季经济是不明的 企业盈利是下放的 到第三季情况未必会有太大的好转 只不过股市有点跌在前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A股暂时走在2638到3097点中间走来走去 初步支持暂时比较大的防守性据点 应该还是2780点 突破3000点是一件好事 但技术上来说我不觉得会有太大或太明显的上升势头 起码现在这一分钟暂时看不到 谢谢郭sir对A股方面的分析 这次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会有半日总结 又有郭sir在 和大家说港股方面的情况 恒指现时跌近170点 最新报208889点 国企指数跌90点 报8710点 稍后我们在半日总结再谈